追了我整整两年的女生在我答应交往的第三天就提 出了分手分手的第二天我在一场慈善拍卖会上见 到了她 她跟在金圈太子爷身边对着我冷嘲热讽 季寒舟 你不会以为柳如烟是真的心甘情愿追了你两年吧 如果不是我告诉她 要是能追到你就允许她成为我的女朋友 你以为她会多看你一眼吗 面对众人的冷笑 我只是随手给我的亲生父亲打了个电话 我答应你回家继承家业 唯一的条件是把冒牌豁赶出去 柳如烟追求我这件事情 学校里几乎无人不知 我原本以为她和我从前见过的所有女生一样 不过是心血来潮新鲜感上头而已 所以面对她信誓旦旦的说一定会将我追到手这样的话 并没有放在心上 却没有想到柳如烟一追便是整整两年 说不心动是假的 可我本是孤儿 靠着自己勤工俭学和挑灯阅读才有如今的生活 恋爱 在我的生命里一直都是虚无缥缈的存在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能力去负担两个人的未来 所以当柳如烟在我生日当天 对我进行第一百次表白的时候 我到底还是没有这个勇气往前走一步 抱歉 柳如烟脸上灿烂的笑容逐渐变得僵硬而勉强 连带着我的心都似乎揪在了一块儿 她放下了自己手中拿着的玫瑰花 四周点燃的蜡烛仿佛也在夜风之中变得昏暗了很多 可哪怕如此 柳如烟也仍旧强撑着笑容 说着故作坚强的话 没事没事 不就被你拒绝了一百次吗 我可以承受的没关系 哦 下一次我一定会成功的 说到最后 柳如烟似乎自己也已经坚持不下去 声音里带上了些哽咽 她扭过头去 不愿意让我看见她眼中的泪水 胡乱用手背擦拭了一下自己的眼睛之后 才又一次看向我 天边月光清亮 照着她的眼睛 泪光闪闪 犹如一汪春水 季寒舟 下一次 下一次你一定要答应我 好不好 柳如烟的嘴角边带着笑意 但这一份笑容看上去却比哭还要难看 我到底还是没有忍住 向前走了一步 而只要踏出第一步 接下去的一切就会轻松很多 我走到柳如烟的面前 伸手小心擦拭掉了她眼角的泪水 轻声问道 柳如烟我只是一个孤儿 或许给不了你 什么和我在一起会很辛苦 即使如此你也愿意和我 在一起吗 柳如烟破涕微笑 用略带责备的语气说道 我在你眼里就是这样虚荣的人吗 季寒舟 我喜欢你 只是喜欢你的人 和其他一切都没有关系 她抬起头深情地看向我 那双眼睛里只有我一个人的倒影 那柳如烟 我们在一起吧 柳如烟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欢呼了一声之后 扑入了我的怀抱之中 我和柳如烟在一起的事情 其实没什么人知道 因为她还是一如既往地跟在我的身后 唯一的不同大概就是 我会主动给她带早午饭 接她下课 但这一点小小的改变 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 直到和柳如烟在一起的第三天 学生会要进行团建 我作为学生会主席自然首当其冲 而柳如烟作为学生会的会长 也会一同前往 团建结束之后 所有人要一起吃晚饭 我因为要和老师汇报情况 姗姗来迟 站在包厢门口 我听见里面传来柳如烟 得意洋洋的声音 记寒舟 其实在一起了也就那样了 没什么区别 是啊 有我喜欢她 她偷着乐还来不及呢 故作矜持的让我追了两年 到头来不还是拜倒在 本姑娘的石榴群下吗 柳如烟从来没有用这样的语气 和我说过话 在我的面前 她从来都是轻声细语的样子 她的家是不错 父母都是经商 虽然我往日也听过身边的朋友戏称 她是蛮横不讲理的大小姐 可于我而言 这些都只是同学间的流传罢了 如今这样一听她的声音 我才意识到 原来真正的柳如烟 是这样的 我推门而入 刚刚还无比嘈杂的人生 因为我的到来变得异常的寂静 柳如烟坐在所有人的正中间 那些昔日对我客气礼貌的同学们 将她团团围住 脸上还带着尚未来的 及收回去的谄媚的笑意 见我来 柳如烟的神情 也没有丝毫的愧疚 她仍旧懒散地坐在椅子上 挑眉看向我 然后用漫不经心的语气说道 被你听见了 那就没办法了 分手吧 季寒舟 玩玩而已 别太当真 她从椅子上站起来 路过我身边的时候 甚至还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 就好像 两年离我缓慢升起的情意 在柳如烟的眼中 不过是一场笑话罢了 我是在孤儿院长大的 带到我的阿姨说 我刚到孤儿院的时候 大约是走丢的 看上去只有四岁大小 身上的穿衣打扮 瞧着就是有钱人家的孩子 她说 我父母知道我不见了 一定会很着急 过不了多久 就会把我带走的 于是我在孤儿院里等啊等啊 等到身边的朋友们 一个个离开 我还是一个人 直到18岁 我应成年脱离孤儿院 我还是没有等来 我的亲生父母 孤儿院里的日子并不好过 小孩子是最会看人脸色的 于是他们等级分明的 分为上中下三层 很不幸的 我作为去的最晚 年纪又小又不爱说话的孩子 被分到了第三层 这也就意味着 我将吃最少的饭 干最多的活 挨最毒的塔 就连在学校里 同学和老师们 也会因为我是孤儿 而对我轻看眼 一直到步入大学之前 其实我从未脱离过 旁人的冷眼与嘲讽 所以 当柳如烟离开之后 昔夜艳羡我的同学们 又那样怜悯 又带着嘲笑的眼神 看向我的时候 我并未觉得难过 甚至有一种 到底还是来了的轻松感 我麻木地拿起了自己的书包 然后朝着外头走去 天边下起了 稀稀利利的小雨 我的脑海之中 浮现起第一次 见到柳如烟时候的场景 那个时候 我已经读大二了 柳如烟是新生 开学的第一天 她说自己找不到教学楼 请求我带她一程 我是那天的志愿者 自然不会拒绝她的话 于是在新生的寝室楼下 我们自然而然的加了好友 柳如烟拿着手机 对着我眨了眨眼睛 学长 明天有时间吗 为了表达感谢 我请你吃饭怎么样 柳如烟是个很漂亮的女生 我想没有人会反驳 我所说的话 她穿着修身的短袖和白褶裙 浅棕色的头发 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我稀里糊涂的 就答应了她的邀请 直到回到自己的寝室内 才发现自己中了美人计 聪明而伶俐 这是我对柳如烟的第一个影响 事实证明 她确实很聪明 不然也不会轻而易举的 就让我认定了 她很喜欢我 我苦笑着 抹了一把自己脸上的雨水 想什么呢 季寒舟 你这样倒霉的人生 怎么可能还会有幸运降临 在你的头上 这般想着 一辆黑色的保姆车 就在我的眼前停了下来 我戒备的停下脚步 和车子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不是吧 只是分个手而已 没必要找人绑架我吧 车子的后门缓缓打开 里面坐着的是一个 身穿黑色西装 两兵发白 带人就目光坚毅的男人 看见我对那一刻 他原本神色冷峻的脸上 居然出现了一丝愧疚和兴奋 孩子 我终于找到你了 他走下车来 在我的迷茫之中握住了我的手 您是 孩子 我是你的父亲啊 我跟着他上了车 也许冥冥之中 血缘确实可以让人感应到什么 看见他的第一眼 我就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 父亲和我说 我小时候出生没多久 母亲就因病去世了 他们二人白手起家抗礼情深 因此他陷入了长时间的痛苦 和自责之中 以至于知道我四岁了 他都没有好好地看过我 甚至都没有来得及 给我取一个像样的名字 那一日 我跟着保姆出门踏青 却在对方的疏忽之下走散了 虽然他很快就召集了 所有保安到处寻找 却仍旧没有找到我的踪影 从那一天开始 他就在全国各地的孤儿院中 寻找我的存在 终于在四年之后 找到了我 当然 那不是我 父亲将那人的照片 递到了我的面前 我一眼就认出了对方的身份 他当初和我在同一个孤儿院 小时候的他性格顽劣暴躁 孤儿院里的大部分孩子都害怕他 自然也包括我 我到了孤儿院没多久 他就抢走了我的衣服 在我的印象里 他在八岁那年 被一个看上去很有钱的男人带走了 那个时候的我还幻想过 如果我的家人 有朝一日也能带走我 就好了 可我万万没想到 是他顶替了我的身份 父亲握着我的手 那双浑浊的眼睛里含着泪水 他的另一只手 轻轻抚摸着我的脸 身体颤抖 孩子 你都长这么大了 这些年 你过得还好吗 是爸爸对不住你 如果你妈妈还在时 一定也不会原谅我的 我放下了手中的照片 愣愣出神 过得还好吗 在孤儿院的日子里 吃不饱穿不暖 初中毕业之后 我考上了市里最好的高中 也就因为交不起学费 我差一点辍学 后来 我在餐厅里做服务员 在路边发传单 一刻不停地让自己去赚钱 冬日里的手满是冻疮 可回到孤儿院之后 我还是得用冷水洗衣服 留给我的 也只有已经冻印了的馒头 可那个冒牌货 就因为拿走了我的衣服 他的人生一帆风顺 父亲宠爱 锦衣玉石地养着 不知己苦为何物 可这一切本该是我的东西 这些爱 原本都应该是我的 你是怎么发现的 前段日子 我生了肠大病 他去医院陷了血 医生却发现 他的血缘与我并不匹配 我心中就存留了疑虑 后来找人做了DNA检测 我这才知道 这么多年 我都认错了 我看着他 已经在时工中苍老的脸 笑了 那你现在来找我 又是为了什么 孩子 爸爸知道是我对不住你 我不求你原谅我 我只求 你可以回家来 这毕竟是你的家 我所拥有的一切东西 到了以后 都是你的 我身子不好 医生说没有多少年了 这诺大的家产 只有你一人可以继承 他的语气满是真切 可我的大脑却无比的混乱 你让我好好想想 哎好 好 这是我的名片 等你想明白了 你就打我的电话 还有这张邀请函 明天有一个慈善晚宴 爸希望你可以去看看 至少 你需要了解一下这个世界 再来做出选择 他将一张黑金色的邀请函 放在了我的手上 然后将我送到了学校门口 我几乎是浑浑噩噩的回到寝室 倒头就睡 一天下来 先是原本以为遇见爱情的女友 提出分手 再是亲生父亲找上门 我实在是已经筋疲力尽 我一觉睡到了下午 刚刚睡醒 就被室友大呼小叫的声音吵醒了 他摇着我的肩膀 将手机递到了我的面前 季寒舟你他妈别睡了 你快看这个 手机屏幕上是学校表白墙的帖子 上面分明是昨晚柳如烟 向我提出分手的视频 底下的评论数不胜数 讨厌我的人说早就看我一副 自视清高的样子不顺眼 也有讨厌柳如烟的人 说他玩弄别人的感情 糊涂脱的渣女 但最显眼的 还是柳如烟自己的回复 当然没喜欢过了 开什么玩笑 你们还真的以为 我会喜欢一个孤儿 别搞笑了 他一个月生活费 还不够我吃顿饭的 室友大约是见我的脸色 越来越差 小心翼翼收回了手机 问道 季寒舟 你没事吧 你放心 我们都是站在你这边的 那个柳如烟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亏得你之前还那么担心他 因为你拒绝难过 就是啊 季寒舟 你别想太多了 我听着他们的劝解 却觉得心里堵卓的玉器 仍旧难以消解 此时此刻 我心中只有一个问题 那便是我与柳如烟 在此之前并不相识 他为何找上我 为何 偏偏是我 柳如烟现在在哪里 看他朋友圈 好像是说晚上有个什么慈善晚宴 哎 季寒舟 你去哪儿啊 还没等室友说完 我已经拿上桌子上的门票出门了 距离慈善晚宴开始 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 我需要在此之前拿到一身西装 思来想去 我还是拨打了名片上的电话 男人听到我的蓝衣之后 只让我在校门口等着 没过多久 昨晚上曾见过的黑色保姆车 就又一次停在了我的门口 戴着金色眼镜的男人 对我露出了友好的笑意 季少爷 我是季董的助理 我来带您去购买和身的西装 我有些不太习惯他的称呼 但还是礼貌的点了点头 上了车 保姆车一路飞迟到了 市中心的定制西装店铺 我很快就挑选好了一件 纯黑色的西装 接下去便是测量尺寸 在技嘉金钱的加持之下 原本需要几日才能做好的衣服 短短几个小时就递到了我的手上 连着西装一起的 还有一张黑卡 这是纪总让我交给您的 晚上若是有看得上的东西 直接刷卡就好 我犹豫片刻之后 到底还是收下了那张黑卡 替我 谢谢他 助理看上去 似乎是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长出了一口气 纪少爷上车吧 我送您去晚宴现场 好 一路上 他同我说了很多 期间不乏有在我的父亲 知晓自己身边不是自己的亲生孩子之后 心中的愧疚和痛苦之色 我从孤儿院离开之后 就很少与他们有联系 可想而知 他在这样短的时间内 找到我应当也是花了功夫的 我知道当初弄丢我不是他的本意 只是一时之间 心中难免觉得有些委屈 原本 我也应该是在充满着爱意的家庭中长大的 就算母亲已经离开 至少我还有父亲 而不是被他们骂了这么多年的孤儿 保姆车在晚宴门口缓缓停下 外面的车子很多 大部分都是曾经 我只在电视剧里见过的豪车 我的心脏陡然之间跳得激烈起来 就连身体都绷紧 这是我从前没有接触过的场合 要是我在里面出丑了 该怎么办 身旁的助理看出了我的拘谨 他只是面带笑意地说了一句话 纪少爷 纪家和纪总永远是您的后盾 是啊 我已经不是从前那个无父无母的孤儿了 我有父亲 他是济世集团的总裁 身价上百亿 我打开了车门 步步走向宴会厅门口 然后将自己的邀请函递了过去 那门口的保安看了眼我的邀请函之后 立刻睁大了眼睛 然后面带着有些讨好的笑意弯下腰来 请进 厚重的金色大门被他打开 我走进了那个奢侈而金碧辉煌的世界之中 钢琴的伴奏在宴会厅内回荡 所有人都伸着礼服 站在几乎反光的地板上你来我往的交谈着 他们的身上充斥着养尊处优之后的高贵味道 就连天花板上的水晶吊灯看上去都是这样的一身灰 我的到来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 因为他们的目光都落在坐在宴会厅证中间的男生身上 那男生的里面穿着一件花衬衫 外头的西装散漫的敞开着 头发上抹了发辣 左耳还有着三个耳洞 看上去就像是放荡不羁的代言词 而搂着他手臂的人 就是柳如烟 要说柳如烟运气还真好 明明就是个小门小户出生的 竟然还能落入季少的法眼 那个男生就是抢夺了我身份的人 我隐藏在人群之中 听着他们对所谓季少的窃窃私语 他是季氏集团明面上唯一的继承人 从小就被我父亲娇生惯养着 四岁走丢八岁被找回来之后就越发的宠爱 就算他要天上的星星 也是会想尽一切办法拿到的 这也就导致了他的不学无数 整日里除了泡妞恋爱之外 就是飙车酗酒 他的速度更是比我换衣服的速度还快 但哪怕如此 在他精卷太子爷的名号之下 想要和他恋爱的女生仍旧成群结队的往上铺 当他们说起前不久 季云刚刚为了一个要出国留学的女人 截停了一架飞机之后 我终于没忍住 笑出了声 也就是这一声讥笑声 让一威在季云身边的柳如烟注意到了我 他原本幸福的笑容在此刻完全消失 脸色也变得阴沉起来 季寒舟 你怎么在这里 你是怎么混进来的 有了柳如烟的开口 刚刚还围绕着季云窃窃私语的人群 顿时都将目光放在了我的身上 众人的注视之下 我也没有办法继续隐藏自己的身影 只好从人群中走了出去 季云的目光在我的脸上来回打量 有那么一刻 我甚至觉得他已经认出了我的身份 直到我看见了他眼里的轻蔑与漠然 柳如烟 这是谁 季云显然并不满意 刚刚停留在他身上的视线被我给剥夺 开口的语气也算不上太好 柳如烟听见他的声音 瞬间收起了脸上对我的鼻翼之色 又一次以小鸟一人般的姿态 靠近了季云的怀中 你忘了阿云 就是两年前你让我去追的那个男生啊 季云 让他追的男生 我不敢相信自己听见的话 一时之间有些迷茫 柳如烟 你说什么 是季云让你来追我的 我往前走了一步 追问着柳如烟 但他只是用漫不经心的目光扫了我一眼 像是和我多说一句话 都是在浪费生命 倒是季云 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 我想起来了 就是那天在你学校门口 我随手指的那个男生是吗 听说你和柳如烟前几天在一块儿 然后又被甩了 你不会真的以为柳如烟喜欢你吧 他只是为了夺取一个和我恋爱的机会罢了 你叫什么来着 一旁的柳如烟好心提醒道 季寒舟 哦对对对 季寒舟寄云从椅子上站起身朝着我走来 然后停留在了距离我几步远的地方 你不会以为和我一样都性计 就意味着和我的身份也一样了吧 区区平民而已 能被柳如烟追上两年也就是你的人生巅峰了 未来的每一天 你都记得好好回味吧 季云嘲笑着 伸手搂住了柳如烟的腰 从我的身边擦肩而过 我到耳畔不断传来其他人的嘲讽声 什么啊 我还以为是季家私生子呢 原来只是个平民啊 谁说不是呢 也不知道是怎么混进来的 不会是爬狗洞吧 真是笑死了 我还想看他和季少互掐呢 现在看看 完全是单方面的碾压 拜托 那可是季少 谁敢和他互掐啊 季云显然很享受这样重心捧月的日子 嘴角的笑容就没有下去过 我原本想着 他做了这么多年的季家独子 这样多年的季云 这样久我父亲的儿子 若是发现我的到来 想必也没有办法接受 可如今看来 他根本配不上这个位置 季云 我叫住了他 你还记得季云的身份是怎么来的吗 季云停下脚步回头看向我 脸色阴沉 我原本以为他是想起了自己原本的身份 因为心虚 所以才对我的话有这样大的反应 却没想到 他只是因为我直护了他的名字而已 谁给你的胆子直护我的名字 这一次他连柳如烟都不管了 直接抽出了自己的手臂 愿有柳如烟穿着高跟鞋 差点摔倒在一边 季云大步走到我的面前 伸手就直接踹住了我的衣领 他的脸上哪里有养尊处优之后的贵气 活脱脱就像是个地痞油盲 我忍不住皱眉 问道 你爸给你取这个名字 不让人叫 为什么 以后死了让人叫魂吗 身边不知道是谁轻笑出声 季云大概是觉得自己被搏了面子 冷笑着松开了我的衣领 大喊了一声 保安了 把你们的负责人给叫出来 我倒要看看是谁把这种贱名放进来的 贱名 我还是第一次在除了古装剧里 听到这样的称呼我慢 不经心地打理着自己的衣领 一个穿着制服的男人也 经立刻 穿越人群来到了季云的面前 寄上您找我 柳如烟 已经重新来到了季云的身边 他似乎是崴了脚一张 脸疼得惨白 但还是强撑着抬起下巴 做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模样 把这人给我赶出去 好的季少 负责人没有过问原因 直接挥了挥手 就有两个飙心大汉来到了我的身后 凭什么 就因为我喊了你的名字 负责人对我使着眼色 压低声音道 别再说了 得罪了季少谁都不能救你 我反问 季总也不行吗 那负责人一副看傻子的模样看着我 我没有特意压低声音 所说的话在场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 季云大笑出声 眉眼里是不可一世的傲气 季总 你以为你是谁啊 凭什么我爸帮你不帮我 凭我是他的儿子 季云的嘲讽声 只是短暂的停下了几秒钟 随即而来的是更大的笑声 他甚至眼角都笑出了泪水 季寒舟 你他妈读书读傻了吧 你还真以为自己姓季 就和我是兄弟了 我摇头 平静道 不是兄弟 因为你压根不是父亲的儿子 这句话像是戳到了他的某一个痛处 季云的脸色突然就变了 我不想和你这个神经病多说废话 给我把他扔出去 有了季云的命令 我身后那两个保安眼看着 就要架起我的手臂 将我从宴会厅带走 我手机眼快从他们的控制中逃离 然后拿出手机拨打了那串电话 寒舟 你找我有事吗 电话那头的声音 听上去带着卑微的讨好 我沉声道 我愿意回家继承家产 唯一的要求是 我要季云这个冒牌货滚出去 他的声音只是停顿片刻 好 听你的 挂断电话 刚刚还神采飞扬的季云已经惨白了脸 对待我父亲的声音 其他人或许听不出来 但季云一定很清楚 柳如烟见他不说话 一时之间也有点慌望 伸手拽了拽他的衣袖 阿云 刚刚电话那头的人 真的是季总吗 季云此刻正在烦躁之时 一把甩开了他 红着脸吼道 你他妈有病啊 随便打个电话说几句 就真是我爸了 动动你的脑子想想 他一个普通男大学生 怎么可能有我爸的电话号码 有了季云的保证 柳如烟像是松了口气 也不和他计较 让自己受伤的事情 又变回了当初 那个盛起凌人的大小姐 而刚刚几乎陷入 禁止状态下的宴会厅 也在季云说完话之后 重新热闹起来 吓死我了 我就说啊 季总怎么可能 容许自己的亲生儿子 沦落在外 差点被这小子给骗住了 他胆子还真是大 连这种谎都敢撒 可不是吗 他是想有钱想疯了吧 这种人我见多了 我没有理会他们的嘲讽 只是静静注视着季云 他明显已经开始慌乱起来了 因为其他人或许不知道 但他自己很清楚 他究竟是不是 我父亲的亲生孩子 见我看他 季云对着站在边上 不动的保安咬牙切齿刀 你们他妈愣着干什么 我不是说了吗 把他给我扔出去 那两个保安对视了一眼 又一次朝着我走来 这一次我没有躲避 你们确定吗 他们的脚步犹豫了 身后的季云像是终于爆发 随手拿起边上的酒杯 就朝着一个保安砸去 他妈的我的话也不听了是吗 信不信我把你们搞得家破人亡 那酒杯正好砸在了 保安的后脑勺上面 鲜血顺着他的鹅脚流淌而下 他的神情看上去极度痛苦 却仍就不敢不听季云的吩咐 我在心中叹了口气 刚想说我可以自己走出去 会场的大门却突然被人打开了 出现在门口的人是父亲的助理 他朝着我走来 先是上下打量我一番 确定我没有受伤之后 才松了口气 对着我面前的保安训斥道 你们在做什么 鲜少爷也是你们随便能碰的人吗 助理跟在我父亲身边 这些年也上过不少电视节目 在场的人对他都是有印象的 眼看着他站在我的身边为我说话 那些原本对鲜云深信不疑的人 也开始怀疑起来 目光在我和鲜云中间来回打量 鲜云的嘴唇颤抖着 可能就嘴硬不愿意承认 自己是冒牌货的事实 赵叔 你怎么来了 这种小事情不需要我爸出面的 我可以自己解决的 然而面对鲜云的套进呼 助理却并没有受用 他只是用那双没带什么感情 冰冷的眼睛注视着鲜云 然后开口道 鲜先生 鲜总已经知道了所有事情的真相 15年前您拿着鲜少爷的衣物 让鲜总误以为您是走丢的孩子 从而错过和鲜少爷相认的机会 这15年的时间里 您仗着鲜家少爷的头衔作为作福 鲜家对您已经人之意尽 如今真正的少爷回来了 您也是时候脱离鲜家 去过你真正的人生了 助理的一席话 让在场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尤其是柳如烟 他的脸色白得何止一样 必须要搀扶着一旁的椅子 才不至于腿软倒下 可鲜云似乎还不愿意面对事实 他大笑了几声 突然指着我大喊道 我知道了 一定是你们合谋 赵叔你跟在我爸身边这么多年 我一直以为你忠心耿耿 没想到你现在竟然联合外人 来又吞并我家的家产 你们都在撒谎 我就是鲜家的孩子 是鲜家唯一的继承人 鲜云看上去和疯了没什么区别 助理似乎是怕他伤到我 是父亲来了 父亲的突然到来 让所有人大气不敢出 我看向他 轻声叫道 爸 刚刚还板着一张脸 看不出情绪的男人 因为我的这一声立刻红了眼眶 好孩子 好孩子 他的口中弥囊着 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 鲜云在一旁叫嚣着 爸 你干什么 我才是你的儿子 父亲收起了脸上的和蔼 用冷漠的目光看向他 别演了 鲜云 我已经和你做过DNA检测了 检测的结果就是 我和你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韩昭才是我的孩子 而因为你 我和我的儿子 错过了整整15年 既然今天大家都在这里 那我就顺便宣布了 从今往后 鲜云和我 和季家没有任何的关系 父亲的话一说出口 鲜云就像是失去了所有力气 直接倒在了地上 一招从云端跌落 大概就是他这个样子 保安上去拉他的时候 他还贪软在地上 不愿意离开 嘴巴里不断叫着爸爸 还伸手想要抓住 我父亲的裤管 爸你不能这样对我 我跟了你15年啊 爸就算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但15年的时间 你就没有一点点心软吗 爸 鲜云的惨叫声 最终被重虫关上的大门掩盖 父亲重新看向我 眼神里满是欣赏和喜悦 重新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儿子 纪韩周 虽然在外流浪了这么多年 但他仍旧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活得很出色 韩周 爸爸以你为荣 他的嘴角带着笑容 我看得出来 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他很爱我 或者说是因为很爱我的母亲 而今对我的爱意 不过是从我母亲上的延续 也是因为 我的优异足够给技嘉 带来商业上的价值 这一场慈善晚宴 以我和鲜云的荒诞喜剧开始 我的身边不断有恭贺之人 面带笑意的上来问好 完全看不出 他们方才是如何的嘴脸 人站在高处了 看见的就全部都是笑容 我也没有因为方才的闹剧 而板着脸不与他们社交 毕竟未来或许某一天 我也需要他们的帮衬 直到慈善晚宴快结束的时候 我才有了松口气的时间 在边上偷懒 偏偏到了这个时候 柳如烟重新找到了我 她似乎忘记了 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 脸上还带着笑意 手中拿着红酒杯 看上去格外端庄的模样 韩昭 我 柳小姐找错人了吧 你的男朋友刚刚被扔出去了 你不去见见 我打断了柳如烟的话 我可以原谅刚刚看戏的人 并不意味着我会原谅柳如烟 她的脸上轻一阵紫一阵 拿着红酒杯的手逐渐用力 可面对如今的我 柳如烟并没有转身就走的实力与勇气 她只能接受我的冷嘲热讽 韩昭 我知道之前是我不对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我 那些事情都是基于让我做的 你知道她之前的身份 如果拒绝她我会被玩得很惨 韩昭 那不是我的本意啊 柳如烟说着还想要上手拽我的衣服 我后退了一步 她因没有站稳直接倒在了地上 众人朝着我们看来 却没有一个人赶走上前拉她一把 我将手中的红酒倾泻而下倒在了她的头上 柳如烟 你也不过如此吧 慈善晚宴的事情不知道怎么竟然传了出去 这下全校所有人都知道我是技师集团的继承人 当然最开心的还是我的室友 他们叫嚣着自己以后的工作有保障了 大四那一年 我正式进入了公司实习 父亲为了弥补我这十几年的父爱 对我百依百顺 每一次都让我哭笑不得 我听人说 纪云在离开技家之后过得并不好 他的学历不高 又因为常年的养尊处优根本吃不了苦 没多久就花完了身上所有的钱 最终只能去上班养活自己 可那些工作他不是嫌弃工资低 就是嫌弃太累了 在一个地方逮捕了一个月就会辞职 一直到最后都碌碌无为 至于柳如烟 他父亲眼看着柳如烟已经将我得罪死了 马不停蹄地开始培养自己的第二个女儿 一个公司商业危机 竟然将柳如烟送到了一个四十几岁老板的床上 但这些与我已经没有多少关系了 因为那个时候 我已经正式继承了公司 成为了纪总 而我曾经的经历 只会让我更加珍惜现在的一切圈 文婉 文婉